莫一季烤架一切准备就绪 但这不是要烤乳猪而是 一整只鳄鱼去除外皮后 五花大棒得出动两个人才能搬动 身长与一个成年男子差不多 重达五十几台精 霸气外形也成为中秋烤肉主角 宾客排队等待 烧烤业者将烤熟的鳄鱼切片分盘 黑场烤鳄鱼party 中秋节在台中被吞别墅去登场 业者说下订单的顾客是一名保全业者 为了给亲友精细大手笔 请专人道服烤全饿 它的肉质界定在于鱼肉跟猪肉 还有鸡肉之间 因为我们鳄鱼养成 我们是用 我们是喂养无锅鱼跟四目鱼 所以它的鱼肉吃起来的味道 你们会品尝到 有点类似像四目鱼的味道 最好吃的是它的鳄鱼的油 那我们的皮是把它取下来之后 用高汤去熬它 那吃起来的话它的皮非常地Q彩 鳄鱼品种是眼镜开门二 来自嘉义的养殖场 业者挑选的鳄鱼生长 大约170公分得养殖三到四年 预算方面来讲的话 当人住会比较便宜一点 因为鳄鱼养成比较久 这一次的话 五十三斤大概勾100人之后 但鳄鱼肉毕竟不常见 是否愿意一试 民众看法大不同 肉吃油才好吃 比鱼肉更油 看起来很恐怖 不太敢尝试 中秋烤肉不只要好吃 还要拼吸睛 业者说今年烤鱼业绩增加了五成 目前预约已经满到年底 带起一波